国民党全部大团结 大家手牵着手心天的心不见得有救 如果再分裂 国民党是必败无遗 这是我内心诚恳的呼吁 我年轻的时候在马祖当兵 我们的穷困的物质生活 但是我们心里很快乐 退休之后退伍之后 白天读大学晚上骑个野狼摩托车 到饭店当警卫八个小时 一样快乐 为什么 我们知道明天比今天更好 台湾的未来会比现在光明 各位 那个时候亚洲四小龙老大是台湾 南韩 香港 新加坡 在我们的后面 今天 大家看看 我们台湾变什么样 全华人地区最落后的就是台湾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海盗是哪里 是非洲的索马利亚 大家知道吗 全世界的诈骗王国是哪里 居然是我们台湾了 我们国家生病了 我们台湾受伤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亚洲四小龙老大 蒋经国总统过世之后 留下新竹科学园区十大建设 我们台湾怎么变这个样子 我们的勤劳 我们的善良 我们的认真 我们的淳朴 外面人看台湾 诈骗 毒品 请问 我们怎么交代 现在年轻人找一个好工作 都非常的困难 李总统 陈总统 马总统 你们干了二十多年总统 请问 你们帮台湾产业留下了什么 全台湾的产业 只有一个新竹科学园区啊 我们没有第二产业了 太悲哀了 当总统的 吃香喝辣 要么就贪污 要么就鬼混 现在蔡总统 我们刚离开了两位总统 是台大法律系的 为什么台大法律系干总统 不是脑残 都是心残呢 现在请问蔡总统 看你一年了 你要带台湾去哪里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 带领中华民国 老百姓投票给民进党 你不要搞错了 不是你民进党男的长得帅 女的长得漂亮 老百姓把票投给民进党 是因为有两个原因 蔡英文蔡总统 民进党的精英 请你听清楚 第一 实在太讨厌国民党 投不下去 第二 希望过好日子 你蔡英文在执政这一年 你能够给台湾带来好日子吗 台湾人民 已经被政治人物逼到什么角落 2300万人逼到什么角落 逼到一个非常卑微的角落 2300万人的民主政治 只剩下一步 四年投一票 投完票之后 台湾人民完全没有办法 蔡英文总统 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你完全执政 你要完全负责 你希望绿军怎么看你 喊泪投票 满身的痛苦 这票投出来 还是含笑投票 觉得民进党当总统真有面子 蔡英文总统 你一定要严肃地思考 你有没有这个心 有没有这个力量 领导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占全世界土地面积 万分之三 台湾2300万人口 中华民国台澎金马 占全世界70亿人口的 千分之三 万分之三的土地 千分之三的人口 我们什么都没有 没有石油 没有煤矿 我们唯一有就是人才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清楚一件事情 台湾人民 请问 你怎么看政治人物 台湾人民 请问 你为什么对民进党这么好 请问台湾人民 尤其是中南部 嘉义县 嘉义市 台南县 高雄市 屏东县 这四个县市的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们 我在这里特别要请问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宠爱民进党 讲一个道理给我听一下 三十年前 民进党在原山饭店成立 台湾人民 觉得亏欠他们 在民主政治的时候他们抛头颅 撒热血 牺牲 白色恐怖 被关 被打 被骂 家破人亡 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一支中南部都热爱民进党 国民党很委屈 国民党像暴来的孩子 台湾人民怎么看民进党 亲生的儿子 所以台湾天 高雄市长 陈菊去睡午觉 没事 同样台湾天 我们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刘兆玄 去离一个头坊 被骂得狗血淋头 同样的台南市长赖清德 登革热 几千例 同样的行政院长薛香川 台湾天跟他家里吃个饭 赶下台 请问台湾人民 你为什么要看 国民党跟民进党是大小孩 为什么大小孩 因为台湾人民觉得亏欠民进党 我刚进立法院28年前 的确 民进党有一些好朋友 让我发自内心的尊敬他们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民进党 我们觉得政党理念不一样 我尊敬你 现在的民进党 各位台湾人民 你还要继续疼害他吗 不当党产的 孤立雄 新潮流 天智第一号杀手 段宜康 台北市议会 新潮流第一号杀手 梁文杰 坐在那里 拿个手机给他们拍个照片 像不像一个妈妈 生了三胞胎 蔡英文总统 你用的是什么民进党 你看看孤立雄 你看看段宜康 你看看梁文杰 这些货色 沐猴而冠 猴子戴着个帽子 他以为是人类 这就是我们蔡英文民进党用的 请问台湾人民 我们要继续疼害民进党吗 欠他的还亲了 请你给我们中国国民党 一个公平的机会 我们做得好 请鼓励我们 我们做得不好 请你骂我们 同样的标准 请你看民进党 做得不好 狠狠地骂他 用力地骂 民主 民主 人民做主 台湾人民 加一县 加一市 台湾市 高雄市 屏东县 这四个县市的老百姓 我特别拜托你们 请你们公平地看 国民党跟民进党 其实 在我这个年纪 五六十岁的人 没有人不担心台湾的未来 没有人不担心台湾的下一代 新加坡什么都没有 没水没电 没蔬菜没水果 东协四国 最灿烂的钻石 现在是新加坡 土地这么小 人又这么急 他最大的产品 老天爷给新加坡 一个伟大的领袖 李光耀 中国大陆十年文革 整个国家民族 几乎要崩解了 十年没政府 十年没学校 经济是一塌糊涂 几千万人死亡 等于老天爷给了共产党 一个最好的礼物 邓小平 老天爷给我们台湾 一个非常好的总统 蒋经国 各位可以看 这三位领导人 不管你的意识形态在哪里 你怎么思维他 这三个领导人 都有一个共通点 都是从艰苦卓绝的环境 着燃而起 抵抗一切的困难 最重要只有四个字 苦干事干 苦干事干 包括台北农产公司 很多人都不知道 蒋经国当副院长的时候 为了避免农民的产品被剥削 成立台北农产 41年前 成立的那一天 他是行政院长 他爬到二楼 二楼往下一跳 跳到一楼 代表政府一个决心 照顾农民 大家都知道十大建设 都知道新竹科学院区 但是你没有想到 一个苦干事干的首长 他为了农民产品被剥削 他愿意做这个牺牲 告诉所有的员工 我们照顾农民 绝不走回头路 所以他从二楼往一楼跳 今天我们台湾 在蒋经国时代 我们很骄傲讲 我们对海内外 对中国道路 喊了一句什么话 经济学台湾 政治学台北 各位好朋友 现在经济还能学台湾吗 我们时常讲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现在台湾的三百六十行 行行在哀嚎 四农工商 四 公叫紧 变成过街老鼠 砍他国民年金 农 农民朋友 菜价一掌抓菜虫 菜价一叠 根除 农药贵 肥料贵 工 一粒一锈一过 六百万劳工 共同一个心生 为什么赚钱这么困难 商 工总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所有企业家 已经进入唯利的时代 水难 电难 工难 又得不到政府 一个良好的服务的政策 四农工商 全部在哀嚎 这是我们国家现况 政治 我觉得政治的骗子 比爱情骗子还可怕 遇到爱情骗子 喝两顿酒 大哭两场 再去找一段新的爱情 政治骗子 现在台湾人民 被政治蓝绿 给逼到什么状况 你怎么哭 怎么醉 第二天起来 怎么还是这些人在执政 对不起 请你等四年 我们现在蓝绿 已经把台湾人民 各种政治 一步一步一步 逼到什么情况 老百姓发明了 用台湾人智慧发明 我用缴投票 我含恨投票 我只剩下四年 一张票 可以投下去 还有一个更荒谬的 我从来没有听过 一个台湾人进到投票所说 这两个都这么优秀 我不知道选谁 可是你永远听到 这两个都这么烂 我如何选一个比较不烂的 我们这个叫做政治学台北吗 我们经济不能骄傲 政治不能骄傲 各位好朋友 贫贱夫妻百事哀 穷乡恶水除刁民 贫穷是一切犯罪的根源 人是英雄 钱是胆 当台湾人整个经济要垮掉的时候 台湾人的尊严就没有了 三十年前 我们台湾的空气都是甜蜜的 各行各业一片兴旺 今天呢 所以这一切一切 新药 要新病 要新药医 胃病要胃药医 一切的环节在政治 那么中国国民党是最大的在野党 我们有这个责任来监督 来树立 来让一个执政的民进党不要走偏 这是我们责任之所在 几十年前 我们每一次骑摩托车 野狼125经过新庄二省到旁边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卖螃蟹的老板 在那边卖活的螃蟹 一只一只螃蟹在爬 我们每一次去买螃蟹 就问这个老板 这个螃蟹会爬出镜 怎么把它盖起来 老板说不用担心 只要有一只螃蟹 螃蟹爬上去的时候 其他螃蟹也把它拉下来了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各位兄弟姐妹 这个水桶像不像台湾 现况 这些螃蟹像不像我们的蓝绿 国民党跟民进党 非常像 我们这么骄傲台湾的民主政治 我们选举了六十年 我们认为华人地区最成熟 最稳健 最能彰显民意的民主政治 是台湾 结果六十年之后 我们剩下什么 你讲到台式料理 三百余 它不是鹅 客家小草好吃 讲到台式麻将 春夏秋冬 梅兰菊族 又有开杠 退巴敦 叉飘 看新加坡大部分人打麻将 真无聊 台湾麻将好玩 讲到台式民主 好乱 我们的蓝绿 已经绞进去了 我们蓝绿这几十年斗争 根本就像螃蟹 分不开了 犹太人孩子怎么长大的 看摩西五卷跟唐木德 传统中国人孩子怎么长大的 百佳姓三字经 台湾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三十岁以下 甚至每一个大学生 你自己去想 你怎么长大的 你是陪伴着蓝绿恶斗 几十年 我们蓝绿恶斗 没有停止过 1949年 中华民国在台北 转进到台北成立 我们没有这么困难过 我们的国家生病了 我们的国家 真的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社会 有很多很多的病状 一一浮现 我们年轻人 没有光明的前途 害怕 台北台中高雄 一个月拿三万块钱 三万五千块的薪水 就注定你是贫穷的 你要买一个房子 不吃鸡 很难 我们真的没有 我们非常危险 因此 蓝绿恶斗 这个节要解开 老百姓要的不多 四个字 安居乐业 安居是什么 吃的安全 住的安全 行的安全 希望老婆孩子 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长大 乐业是什么 百业兴旺 赚钱容易 老百姓要的 就是这四个字 只要民进党 能提出这些法案 国民党一定支持 经过这两个环节改善 我相信 蓝绿恶斗 可以得到某一种程度的疏解 但是国民党党主席 并不是独裁 要征询中常委的同意 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 你能够获得 你的敌对政党的同意 这是多么的光荣 这是无上的光彩 以今天民进党 一分钟通过 九千亿的前瞻计划 这个政党 还能继续宠爱吗 这个是用子孙的钱 这个跟慈禧太后 挪用北洋舰队的钱 干预和园 有什么差别 八千八百亿 这是用我们子孙的钱 嘉义台南高雄 屏东的父老 这样子的民进党 我们能不要 要求他悬崖勒马吗 只要理性的 对台湾发展有利的 我全力支持 非理性的 对不起 国民党 温良恭敬 再也不让了 1949年以来 中国国民党 在台澎金马 从来没有这么危险过 我们的竞争的对手 民进党 可以把政治做得很高贵 选一条高贵的道路 也可以做得很龌龊 走一条肮脏的道路 什么叫高贵 蔡英文蔡总统 用政绩 让人民信服你 一切的努力 为台澎金马来建设 不想其他邪门外道 另外你可以走一个 很卑鄙的道路 直接把国民党打垮 挖国民党的祖坟 打碎国民党的骨头 整个把国民党的脚筋剁掉 国民党垮了 你就垄断政治市场 但是 台湾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请问你赢了选举 赢了政权 你最后得到什么 你可能会失去台湾 所有的力量 在宇宙间的存在 都是正方 正方面跟反方面 同时存在 当你用仇恨为出发点 以斗争为手段 以消灭国民党为目标 反作用力 一定会出现 因此民进党 请你走一条高贵的道路 另外 国民党未来要何去何从 还有 我们国民党希望 经济好 教育好 环保好 国土规划好 自然好 民进党不希望吗 民进党也是希望 经济好 自然好 环保好 国土规划好 那我们培养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加到民进党不是更好吗 阿猫阿狗加到民进党都可以吃香喝辣 加到国民党干什么 什么都没有 还要被骂 还要被一个百年的包袱 中国国民党有两个重要的要点 跟民进党是不一样 民进党爱台湾 支持态度 对不起 国民党爱台湾 不支持态度 中国国民党 一定要强烈捍卫中华民国 我们有悠久的历史 我们有过去 非常灿烂的一段 让人可歌可泣的历史 但是 要与时俱进的改变 1854年 美国共和党成立 150多年前 他的党纲 明文规定 要解放黑奴 过了154年之后 美国总统现在是川普 他提出什么 他没有再讲黑奴的问题 他讲的是 让美国再度伟大 所以国民党 所有的党员 一定要记清楚 我们必须随着时代 随着目标 随着状况 随着挑战 我们要有所调整 我们绝对不能抱残守缺 什么叫台独 讲了这么多年 一句话就讲完了 台独比美独还可怕 美独害你老婆孩子 台独就害了2300万同胞 因此 我们绝对不考虑 我们在九二共事 一中各表的基础上 全力发展 中华民国对外关系 对外 我们非常脆弱 我们要学习欧洲的瑞士 我们要学习亚洲的泰国 500年没有战争 我们一定要营造一个 外部的和平状况 对外追求和平 对内追求公平 敬请各位 所有的好朋友 给我们国民党 多多鼓励 也请多多给我们国民党 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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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